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何优雅地跨入老年的门槛 安稳幸福地度过人生的最后阶段 莎士比亚在他的悲剧中为我们从反面提供了教训 如《里尔王》中的里尔轻率地相信 用华丽的言辞表达的情感 莎士比亚另一部悲剧《雅典的泰门》中 贵族泰门一贯乐善好施慷慨无比 有钱的时候他的府邸宾客如云 众人争相逢迎 但他因为过于好客和慷慨而破产 向朋友求援遭到了拒绝 早前的溜须拍马之徒也一个个离他而去 泰门看透了世道人心 成为厌世者诅咒黄金和人类 最后在荒野中孤独地死去 泰门的悲剧在于他喜欢听阿谀奉承 使他的慷慨超出了限度 雷尔和泰门一个贵为国王 一个富甲一方 都因为昏溃和欲望失去了理智和判断 在人生暮年陷入了巨大的灾难当中 而传奇剧《暴风雨》则从正面 给我们描绘了人生的华丽线 《暴风雨》中的普罗斯比罗就如同一位导演 其中的故事仿佛是他一手策划的 演员在舞台上如何表演 从哪里登场 从哪里退场 全在他的掌握之中 其中的人物的命运也全在他的操控之下 从这个意义上说 他扮演的是上帝的角色 法力无边 但普罗斯比罗通过魔法获得绝对权利 却谨慎地行使这种权利 最终甚至放弃了魔法 这就是所谓的舍弃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 普罗斯比罗虽然有能力摧毁邪恶 却只是加以控制 继而宽恕了恶人 舍弃和宽恕 虽然不分年龄 但是他们却更具有老年人的品格 是老年人追求的至高的境界 在暴风雨中的第二幕第一场 阿龙佐的大臣贡柴罗 谈到了他的共和国理想 请听朗诵 在这共和国中 我要实行一切与众不同的设施 我要禁止一切的贸易 没有地方官的设立 没有文学 富有 贫穷和雇佣都要废止 契约 承袭 疆界 区域 公众 葡萄园都没有 金属 穀物 酒 油都没有用处 废除职业 所有人都不做事 大自然中一切的产物都须不用血汗劳力而获得 叛逆 重罪 剑戟 刀 枪 炮 以及一切武器的使用一律杜绝 但是大自然会自己产生出一切丰饶的东西 养溢我那些淳朴的人民 在剧中 共柴罗还表示 我要照这样的理想统治 足以媲美亡谷的黄金时代 这是莎士比亚借共柴罗之可 表达的对理想社会和黄金时代的期许 在戏的结尾 普罗斯比罗一行离开海岛 放弃了对海岛的统治 而菲迪南即将成为纳布勒斯国王 这也是对美好理想将要实现的期许 而把期望付诸未来 自身隐退 也是老年人的华丽的谢幕 《暴风雨》第四幕第一场 普罗斯比罗在为菲迪南和米兰达这一对新人 奉上了一出假面舞会之后 对他们说了一段感人至深的话 请听朗诵 我们的狂欢已经终止了 我们的这一些演员们 我曾经告诉过你 原是一群精灵 他们都以化成淡烟而消散了 如同这虚无缥缈的幻景一样 入云的楼阁 闺北的宫殿 庄严的庙堂 甚至地球自身 以及地球上所有的一切 都将同样消散 就像这一场幻景 连一点烟云的影子都不曾留下 构成我们的料子 也就是那梦幻的料子 我们短暂的一生 前后都环绕在酣睡之中 人生如梦 戏剧如梦 而我们就是做梦的人 人生也罢 戏剧也罢 都如同一场盛宴 也都有曲终人散的时候 暴风雨在这方面 给我们的启示是 在舞台上的时候 要倾情演出 享受自己扮演的每一个角色 该离开的时候 潇洒地挥一挥手 不带走一片云彩 感谢您的影片 继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